請問是誰在陪我站上 我真的覺得這個地方 沒有一個地方是安全的 OK嗎 問題比較大的 應該是屬於黑色的路 黑色的路 就是你們看到一個是白色 就是我看到的 那另外一個黑色 你看看後面這裡 這幾根 對 所以是這 它超級容易綁繩子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總覺得 地下的那個頭的眼睛 怎麼感覺越來越有神 任務卡 我們都不能有正常的約會地點 飛機許久的海濱軍營 突然出現一具 輕生的女性屍體 死亡似乎打破了表面平靜的結果 鬼影鬼神靈異狀況平線 據說還有日軍鬼王帶頭作亂 伊娜是否將延續上周外景 遭遇未知又恐怖的靈異襲擊呢 然後我們在這個樹叢裡面發現了 有一個一層樓的平房 這個會是那個廢棄軍營嗎 而且漆黑一整片都被樹木包住了 好 我們走進去看一下 好 我的天啊 而且這個樹叢的那個樹藤 長得這樣歪七扭八的 好像就是已經在告訴 小心 你今天在告訴我們 不要往裡面走了耶 對啊 然後進來以後一發現 它這個水泥蓋的平房 旁邊還有一些鐵皮搭建的 可是你這樣往上看 你看這些樹 它明明樹根在這裡 但它所有的這些樹枝 都是往建築物長過去耶 感覺好像是要把那個建築物 這樣子吞噬起來 它已經慢慢全部都擴散包住了 有一種 魔爭生象那個房子的感覺 石鍋裡面的力量 好像不想讓陽光照進來的感覺 當時晚上住在這個軍營裡面的 這個弟兄阿兵哥 晚上的時候 如果聽到這個樹叢的 就把樹叢 你說在戰兆的時候突然有這種 對啊 走向你的這種聲音 超可怕的 然後放眼望去整片漆黑的 趕快躲進屋子裡面 剛才是打擾了 它的鎖還 它的鎖還掛在屋上耶 哥 哥 我被彈倒 嚇死我 我想說 我以為有人拉住我的腳 你知道嗎 我想說 我 我想說我要被這個房子拉進去 而且 在危急的時刻 我就可以看出一個人心弦了耶 你竟然連伸出手 要拉我一把的意思都沒有 我以為你在做效果 讓人跌倒會 喔喔喔喔喔 我真的真的 往後仰 然後有冰子 好快打到 好 我們進來看 這個門 照到應該是這喇叭鎖而已耶 它竟然還加了一個 這種 鎖在外面的 對啊 這種密碼鎖 而且不是說你在這裡 找到一個 女性在這邊上吊嗎 該不會就是這個空間吧 所以說陸陸續續開始出事情之後 他們就加裝鎖 而且詭異的是 這一句這個女性呢 她當時被發現以後 這個附近的人都發現說 奇怪 她不是這附近的居民 沒有人認識她 她不曉得是從外地的哪裡 特地跑到這個 廢棄的居民裡面 來親身上吊的 警方也只能以她這個無名式 來做結案 但是從這個事情之後 附近的居民都對這個地方 更加的就是不敢靠近 因為這邊陸陸續續傳輸一些 很詭異的靈異事件 有聽到後面剛剛有一個 鐵門關起來的聲音嗎 不知道是不是什麼 軍庫師還是什麼的 它有那種很重的鐵門 裡面有鋪瓷磚的空間 不會是廁所吧 很有可能 軍中最常出現 靈異現象的地點就在浴室 不好意思打擾了 然後走進來以後會發現 它的這個牆壁還有地面 全部都是那種 像是醫院一樣 白色的瓷磚 一格這樣 等一下 我剛剛站在那裡往廁所看 妳會 妳會毛骨悚 我還記得有點頭暈 雖然說 對 妳自己看 雖然說現在看 妳就是會不自覺 一直看看 妳就覺得是不是有個東西 也是透過那個縫在看著我 對 它就剛好這樣露出一點點縫 超噁心 走 我們進去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隔間廁所 最底下的時候 是沒有完全封起來的 所以如果裡面有人或沒人 其實可以從外面一目瞭然 它這兩間是座室馬桶 但是這邊 開始就是洗澡了 然後我們現在從外面看 裡面是沒有站人的 不是剛那個影子 突然這樣子上去 我看到一個黑影衝上來 感覺好像真的有一個人 站裡面 然後他就露出一點點 小小的這個門縫 打開了 我先打擾你 他們的門面敲門 門面敲門 我們外面的時候敲 這裡是一個門 我們可以一個上廁所的 你不要敲下去 對不起 不好意思 打擾 不好意思 打擾 門帶好 來不起來 我們可以看到 它最裡面是一個 蓮蓬頭 它是一個蓮蓬頭在滴的 我們要不要把 哪一間的門都打開 確認一下 你們敲門嗎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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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擾 嚇我 我真的被嚇 這個門差點倒了 你知道嗎 我剛剛以為有一個人 在跟我對拉這個門 我想說 奇怪怎麼有一個力量往下拉 他要倒的話 我嚇死我 我發現他這個角度 是撞到我耶 對啊 危險喔 對啊 從危機的狀況 也看得出來一個人 是怎麼樣處理事情的耶 我至少有大叫 提醒你們要趕快跑 你剛剛是冷眼看著 我剛剛就這樣 你知道我們的製作單位 有一個粉絲 他私訊給我們 然後就說他們幾年前的時候 曾經來過這個廢棄的軍營 就是這裡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他們不是特地來這裡的 而是因為他們當時 要去海邊玩 但是突然下起了大雨 然後那附近剛好看到 這邊有地方可以避雨 就躲進來了 他們發現這個廁所 怎麼樣 就像我們剛剛 當時的那個第六感 他們覺得 還沒有走進來的時候 廁所裡面有黑影 竄出來 有聲音耶 等一下 是最後一件 剛剛最後一件 我已經確認過了 沒有人 而且這個聲音 也不是從外面傳進來的 就是這個門 是浴室裡面傳出來 感覺是稍微被推開了一下 等一下 會不會真的有靈動吧 我很糟 沒有 沒有啊 那他們當時 該不會是進來的時候 看到有黑影 然後 後來你知道發生什麼事嗎 他們當時騎了 大概四台的摩托車 後來那四台騎摩托車的人 陸續都摔車 四台車都摔車 後來他們就集體 去宮廟問老師說 是不是發生什麼狀況 老師就說 他們被一個 就是利鬼跟喪了 所以說他們那時候進來 有可能就是在廁所 看到了那個無敵鬼 那該不會就是 我們任務卡索的鬼王吧 請老師來看一下 老師 老師 老師這個 均勻的廁所 這種廢棄的廁所 工具是特別容易 會有一些 阿彪會藏意在這裡 好 因為你如果當兵的話 去過自民的每個位置的話 你就會發現 除了吉祥室裡面沒有帶人 他們四面沒有窗戶 那窗戶呢 光線進來最少的 那就是廁所這裡 對 你看 在正常時間裡頭 方線都進不來 尤其它廢棄了以後 基本上第一個 灰棄比較重 第二個濕氣比較重 第三件事情 非常重要 什麼 如果軍眾裡頭 有霸凌 有怨氣 早期的時候 你會在什麼地方 比較沒有人的地方 廁所 對 所以它裡面 就比較容易聚集一些 我們 怨氣或者什麼 你們剛才說這一頭 就是前面發生的故事一頭 出現鬼王是嗎 是 那鬼王該不會是一個女生吧 老師有感覺到 那鬼王也是女生嗎 應該是 因為它還在後面 因為老師 我們剛剛就在講的過程中 最後一間的門 好像被推開了一下 不好意思 對啊 我的天啊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然後看樣子 依照我們主持這麼久的經驗 第一關應該就在這裡執行的方式 進行我們的PK 鬼王抱抱 誰做鬼 又使出了這個 這個真的很可怕 令人膽戰心驚的道具了 待會我們猜拳呢 決定 如果你用不贏的話 就要 對方要推五下 剪刀的話就兩下 這就是一下 然後誰讓這個氣球 抱在手裡的話 誰就是輸家 剪刀 石頭 不 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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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刀 石頭 布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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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了喔 對 不是啦 你看你這一面 你剛剛那兩下 這邊都要爆了 當然啦 它就越玩越緊繃 剪刀 石頭 布 再兩下 紅色一下 綠色一下 好啊 好啊 老公仔細 遇過的任務 去營廁所 點營營鬼 待會呢 你就要一個人進去廁所 oh my god 所以你必須 一間一間的敲門 請問有人嗎 打開來看 沒有人之後 你要在廁所裡面 找到任務卡 找到任務卡之後 進到廁所 把廁所門關起來 看任務卡 執行任務 所以到底在裡面 要怎麼樣營鬼 我也不知道 而且我們剛剛 就已經聽到聲音了 而且是女性的鬼王 而且我發現 對啊 剛剛那個廁所 照道理來說 應該還有一點點 微弱路光 路燈的光可以透進去 結果它竟然 全部都用木板封起來 為什麼要用木板 把窗戶擱起來 因為你看其他間的 也沒有啊 都沒有用木板 就只有廁所耶 這廁所一定有問題 那我出發 小心喔 不好意思打擾的 我現在一個人 再次的進到這個 廁所隔間裡面 會有一種 全身發燃的感覺 因為它的四周 全部都是用這種 慘白的顏色的磁磚鋪成的 有一點像是來到 醫院裡面那種 太平間裡面的感覺 請問裡面有人嗎 這個門真的打不開 現在敲第二間的門 請問裡面有人嗎 有嗎 後門這裡 這幾根 對 所以是這裡 它超級容易綁繩子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總覺得 地下的那個頭的眼睛 怎麼感覺越來越有神 哪 是 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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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被嚇到一次 現在最緊張的因為要來到最後一間 通常事情都是發生在最後一間隔間門 請問你沒有人嗎 我在這個隔間門上面看到的任務卡 請關上門找到三根香菸 以火柴點上 並說學長請來抽菸 向上一扇扎到上門上 然後走出這間廁所 進行完所有門敲門 打開殘案 最後再回到第二間廁所觀察 香菸燃燒的狀況 直到所有香菸燒完為止 所以我現在的人必須 進到這間隔間裡面 而且要把門關上 這樣子我會不會已經佔據到 他的地盤了 我的天 這樣會不會直接就進到另外一個世界 我現在在地盤上面看到了已經準備好的香菸 學長 學長請抽菸 是不是有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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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覺得有人走進這個廁所 剛剛我在廁所裡面有聽到其他人的腳過聲 其實正常的情況 這邊如果吃上都沒有影響的話 在海北的地方 不太可能完全想到完全沒有風 對 因為我們今天 其實連海邊非常近 剛剛外面走進來 大家看到那個地就知道都是沙子 但是在這裡卻一點風都沒有 而且只有在這個軍營這飛機的影區裡面 樹是整個鋪天蓋地的整個漲 是看都看不出去的 好 現在我必須 回去敲前面的門 剛剛我敲的時候 門片都沒有其他的反應 門片都沒有其他的反應 會不會我點完這個香菸之後 情況就變得不一樣了 情況就變得不一樣了 請問裡面有人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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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有人在敲 敲牆壁的聲音 而且聲音是從比較高的地方傳過來的 是不是真的有人在回應我 好 壞蛋了 老師又在背後鼻子嗝了 當然就知道這邊能量一定很強 靈動性上會很可怕 現在回到最後一間 會不會現在大家都聚集在裡面抽煙 請問裡面有人嗎 請問裡面有人嗎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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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聲音了 真的是啪的一聲 到底是什麼 我這次進去隔間廁所還出得來嗎 我發現這間廁所令人覺得非常毛骨悚然的事情是 它跟隔壁跟外面的空間 其實透過底下的這個高出來的這個高度 是可以看到的 所以我剛剛在這個裡面有聽到腳步聲 我其實可以透過這個空間 低頭往下看 是不是真的有看到別人的腳 我 我現在可以看到隔壁了 再往外照 找到外面的空間 天啊 老師 怎麼了 天啊太扯了 太扯了太扯了 老師我剛剛在這間隔間的時候 當我手電筒 往這個外面這個走廊這邊照的時候 我明確地看到我的手電筒 是沒有照到任何的事 任何的東西的 可是就在我照的時候 聽到 它的腳步 它的腳步沒有離開地面是 這樣子在走的 真的 因為其實你的眼睛它有接受 而且呢 它剛才很明顯的你在敲眉一間 它幾乎都是跟你 躲在裡頭跟你面對面 對 老師說 就是這樣看著你在看 所以你應該在裡面的時候 有感覺到好像有人 重點是你現在看 有 因為我剛剛在敲第一個 第一道門的時候 前面敲的都沒事 是點完煙之後 我再次敲門的時候 很大聲 對 只要敲完以後 第一次是聽到 有人在回敲的聲音 然後接下來就聽到 好像是那種 不知道什麼東西 快要裂開的聲音 可是我就仔細地檢查 那個廁所裡面沒有 像是這樣的物體 會傳出這樣的聲音 請問裡面有人嗎 沒有 沒有 剛剛是有人在敲牆壁的聲音 請問裡面有人嗎 沒有 沒有 又有聲音了 真的是啪的一聲 有聲音耶 老師 我剛剛這樣盯著那個 香菸的眼角看 它在我眼前掉了一根 對 這邊有兩根是長長的 對 都沒有動靜 然後這一根 稍稍一半它就掉了 照到我來講 因為這個地方是 完全密不透風的 對 它如果香菸掉的話應該是 要掉的話應該會一起掉 一起掉 因為它沒有風 而且你看你剛剛進來的時候 那三根煙氣 它都是鼻子的 然後燃燒的速度也差不多 對 老師 就那一根特別奇怪 老師 那你說它有接收到是什麼意思 那一隻討下來的那一瞬間 它就是要告訴我們 就是它很開心 你給我做一下 天啊 至少是友善的回應 如果學長他們真的有在抽這個的話 那就不打擾他們 讓他們慢慢抽 先離開這個廁所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好的 我們沿著剛剛廁所的那個建築 沿著那個牆面走來的第二個門 不好意思 我發現它這個軍營裡面 每一個建築物的隔間都是小小的 對 這邊斑駁的程度 又比剛剛上一間還要再更多 看一下木板做出來的隔間 不好意思 這個我認得 這應該就真的是放槍的空間了嗎 彈藥庫吧 對 然後他們會把這個鐵網 鐵網去隔絕的 對 然後再上 走出剛剛的那個 像是彈藥庫的空間 我們現在要來看這個 反而是唯一一個有用這種鐵門 然後用砂網的 也是磁磚耶 我也是廁所吧 不好意思 打擾我 這邊這樣子擺放的感覺 這應該是廚房吧 對 是嗎 可能就是要準備切菜 準備切菜 準備切菜 有聽到嗎 你有聽到嗎 有 那個聲音是從牆壁裡面傳出來 而且是高的 蹦 對 就這個位置 那個感覺好像是 有東西要透過那個磁磚 蹦出來的感覺 就是在這個牆面的後面 我們去那裡看一下 這邊還有一個嗎 不好意思 打擾我 這個空間就很小 超小的耶 是吧 他們這邊怎麼會一直隔出這種 很小很小很小的東西 這個我不知道可以放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看到牆面上面有一些 曾經鑽過孔 應該是當時有訂成家 或是櫃子的 隔板的那些 在這個位置 這裡 對 給你聽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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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 那就是在你後面 靠一聲 什麼聲音 太扯了吧 有人在磨東西 是在樓上嗎 感覺是有在搬桌子 對 這是我第一次 我們講完之後 還這麼明顯 又在對 然後這麼大聲 這個帶不下去 要往前走 不好意思 打擾 天啊 等一下都在潮汐 一進來以後 你會完全沒有辦法呼吸 真的是一種窒息的狀態 空氣中你很明顯的用鼻子 就可以感覺到濕度很高 然後你看它的涼 它的這個涼都已經殘缺破損 然後是直接上面的水泥塊 是直接這樣一整塊一整塊掉 這樣掉下來的 但是這間是我們目前看到 是一個最完整的 一個像小套房的空間 它好像還有廁所 它又隔出兩個小小的隔間 對啊 就連你看窗戶 還有用鐵窗去隔絕的 在上面那一排 我覺得 如果它是已經廢棄了之後 應該不會有人 有這個行功夫這麼無聊 特地在用木板來封 這應該是當時還在使用的時候 他們就會用木板封起來 你會不會 這邊就是 所以它才封 你放武器幹嘛用木板封 你是不是太天真 而且它的封都是從外面封的 會不會這一間 我們現在踩的地方 不知道哪一個位置 就是當初那個女子跑來 而且你想想看 那如果它要綁繩子的話 所以這個地方 這些梁 所以它不是地震掉下來的 它會不會是 因為那個重力 然後 繩子當時綁在那個梁上 然後人掛上去以後 那個重力 天啊 該不會這一間就真的是 那個女子上吊的事發地點吧 老師 老師你有 現在有感覺到 有特別不一樣的能量 在這個空間裡嗎 對 不過 基本上跟你們講的位置可能 不一樣嗎 不一樣 不是在那個梁上嗎 其實那個梁是完整的 基本上你要打穿一個梁 然後再掛繩子上 也是不太可能 但是呢 你看看後面這裡 這幾根 對 所以是這 它超級容易綁繩子的 對 而且那個高度剛好 尤其是斷掉這幾根的位置 我猜水也怕有問題 對 它這邊是斷掉的 對 而且一般有時候 我們去處理有人 那個的話 那個東西 有時候他們會怕拒掉 那老師 他們封起來的這個做法 是好的做法嗎 這個是比較好的做法 因為它至少從外面經過 不知道說 這裡有可以 這個是比較方便的地方 不曉得會不會有再一次 同樣的事件在這邊發生 對 那我們為什麼要進來 那我們就出去好了 對啊 我們要在這裡做 第二個任務 什麼 你自己也在拿多少錢 人家玩命 鬼王抱抱誰做鬼 那我不喜歡玩 我們這一次難度提高了 每一根針其實都扎得很深 這關很硬 剪刀石頭 不 無下 總是輸拳的Eason 不斷地將氣球施壓 但氣球就是不破 究竟會是誰要執行 第二關任務呢 我大概已經插了十五針 十五針 我快不行了 剪刀石頭 布 兩下 布 一下 兩下 三下 嚇我一跳 恭喜娜娜 繼續第二關任務 上掉紅衣 招呼死靈 剛剛我們不是看到 有兩個鐵捲門的軌道嗎 待會兒會有一件 紅色的長的女生的衣服 然後一件白色的長的女生洋裝 掛在那上面 你回到那個房間以後呢 你會發現地板上面有一顆人頭 你要把這個人頭 放在這兩件衣服的中間 你身體站在這個八卦的中間 每轉一圈 就可以吹起八卦腳的一盞蠟燭 當你把所有的蠟燭 全部吹起之後 據說好兄弟 就會附在這個衣服上面 你就幫我們注意一下 這個衣服有沒有什麼變化 上路吧 不好意思 打擾我 我現在看到了 好潮濕 一個紅衣服 一個白衣服 頭在地上 我先上箱給他們 放掉冤魂請現身 不好意思 打擾我 好 我現在已經 已經把箱放好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現在精神狀態 我覺得很壓迫感 很沉重 而且這個沉重是你會感覺到 你明顯肩膀甚至有點負重的 那種感覺 好 我現在又把頭 不好意思 好 轉一圈 吹掉一個蠟燭 就當蠟燭一根根吹息 娜娜似乎也感受到附近出現 稀微的改變 好 我覺得就自己頭越來越暈 然後健身狀況越來越差了 但是我現在看衣服 目前都沒有任何有動的跡象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總覺得地下的那個頭的眼睛 怎麼感覺越來越有神啊 好了 完蛋了 這是最關鍵的 最後一圈了 上面開始起風了耶 真的嗎 我這裡目前沒有感覺 怎麼樣 窗戶好像有 是嗎 現在問題比較大的 應該是去黑色的你 黑色的你 就是你們看到一個是白色 就是我看到的 那另外一個是黑色 那另外一個是黑色 你是不是沒有 我看不見 我聽不到 我現在轉了八圈 把八方的蠟燭都吹掉 我仔細看了一下周圍 除了那個頭 眼睛 開始好像有犯淚光之外 房間空間都正常 老師 來 撐住了 我撐不住了 好悶喔 他這次進來 通常我執行任務的時候 你都會感覺到 陸續有一些吸血的聲音 對 但這次 我覺得極盡的可怕 就是因為你進來之後 當我關上門的時候 雖然說狗的叫聲傳進來 但這整個空間 跟那個濕氣相當重的空氣 讓我頓時覺得 被封在一個密閉的空間 我就覺得這空氣 好像它是有一種 下壓的力量 然後就是會覺得肩膀有點重 然後頭開始會暈 可是這裡空氣不流通 怎麼可能會有下壓的感覺 老師 那個下壓的感覺 是這個磁場在改變嗎 還是所有靈體在移動 其實我們在明天說牌比較明顯 天啊 你竟然用身體感覺到 而且當我轉 我這樣吹啊 所有東西都不會動 就只有我在動 我開始覺得 我是不是有點 要想要發瘋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精神很突然 但我看任何東西 都沒有任何給我改變 這時候我突然覺得 很希望來一些 一點聲音 會讓我覺得 我要活在這個地方 不然我剛剛在上來 我覺得 我不知道我在幹嘛 然後昨天我是發現 我手上有余光去照到那個頭的時候 他眼睛開始越來越有神 他明明就是塑膠 但你會覺得他好像是不是有淚光 因為他有一點地方 會折射你的光 就你會覺得他是不是淚汪汪的 那你剛剛最後蠟燭吹完的時候 你有覺得 掛在這個 涼上面的衣服有什麼跪地 我有特別的 用手上去看說 他是不是一腳是不是手有動 但是我覺得 白色那件衣服反而比較奇怪 真的嗎 真的 因為你余光沒有看到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那邊有東西 但你看過去的時候 他就會像這樣這樣 完全靜止不動 你就會這樣子 一直往這邊看到 你不知覺就一直想要往上看 看到那個房間裡面 上面的空間 是不是有什麼東西在那邊 老師 譬如說有這種懸掛在 樑上面 或是這種門框上面衣服 會有好兄弟 真的像是穿衣服一樣 透進這個衣服裡面嗎 我們明天也都有常遇 當在七月份的時候 衣服盡量不要散在外面 也就是有這個原因 因為當他看到衣服 也許哪一個是 他比較喜歡的時候 可能會失穿 我們人在穿 他穿過的衣服 就是我們生病 第二個 其實我們人在這個 你在這個空間下來 我剛才講 你已經受到這個鱗壓 所以你的低溜感 會跟它特別的敏銳 我們一般的鱗 應該第一地大概說起來 就是說只有多高 所以位置比較低一點 對 但是上吊的 它本來的位置就很高 對 而且它大部分 它是懸在空中的 而且它大部分 它會比較不希望 你看到它的臉 我看 它會再躲得稍微更高一點 原因是因為 它的臉是包含舌頭會吐 Yeah 所以它最不希望 你看到是它的臉 然後你剛剛那個第六感 又不自覺的一直覺得 想要往上一看就見 謝謝你 離開了剛剛那間獨立的小屋 我們又再度回到這個中庭 然後看到 這什麼 圓柱體的建築 而且它這個是完全都沒有開窗 這很高 它就像一個煙囪一樣 只是我們這樣子看 是看不到鏡頭的 很高 有 有 可是很高 大概是三層樓這麼高 我看一下這樣看 它這裡有個洞口 是從這裡進去嗎 好像是 我先好了 超窄的 你膽子比較大 對吧 天啊 真的是這裡 不好意思 打擾了 這算是碉堡嗎 這應該是碉堡 因為你看它 中間這個圓形的空間 只有一個鐵製的樓梯 往上走 而且它的 它的做法是 就只有樓梯的洞口 對啊 這個有一點像是 燈塔裡面的那種 對 內部的勾章 所以當時在這邊 當兵的這些弟兄 他們應該是 會要輪流 進來這個 雕堡裡面站上 站上 而且這個樓梯很陡耶 角度也太陡了吧 對啊 好 然後再繼續往上走 繼續往上走 我們現在才要到達 二樓的空間 但是這個樓梯 真的是窄得 太誇張了吧 而且你看來到二樓之後 就發現這碉堡的 它的洞口是在這裡耶 它做得很隱密耶 這麼小耶 對啊 這是看 應該是看海岸線的吧 我也看不到海耶 因為已經全部都被樹 還有樹 對 樹葉遮樹視線 我們現在要到三樓了 三樓就可以看到 它其實四周圍 全部都是開窗的 它是360度的 快要到最頂層了 我的天啊 這邊竟然有一個鳥的屍體 好臭 你快上去 我現在跟它平行 我跟它平行 我不敢踏這一間 我跟它平行 我的天啊 這個碉堡非常的高耶 太高了吧 我們這樣爬 這是第四層耶 在這個高度 是可以跳往整個海岸線的 對啊 你想想看 難怪他們會當時 選在這個位置 蓋這個碉堡 因為它360度 完全可以看到 除了海岸線之外 可以看到河 可以看到港口 對啊 它整體是一個 很棒的地理位置耶 天啊 可是我覺得 當時在這邊 戰哨的弟兄 也滿恐怖的耶 你想想看 晚上的時候 自己一個人在那邊戰哨 對啊 方圓大概五百公尺之內的 這個距離 整個都是一片漆黑的 但是發生狀況的時候 這個樓梯又這麼的陡 而且甚至二三樓的空間 它等於是有密閉孔 就能在這邊真的受不了 一點窗屋都沒有 甚至窗屋就只是這樣 小小的一個機槍口 老師 我們現在站的這個位置 就是當時阿兵哥他們 在這個碉堡戰哨的位置 對 老師 有覺得這個地方 磁場有什麼不對勁嗎 其實磁場不對勁 他們在這一層 不是在這一層嗎 或是在下面一層 第三就是剛剛那層 對 怎麼說呢 你們有發現嗎 這上面如果窗戶打開的話 其實你覺得這個鳥 怎麼可能飛進來飛不出去 對啊 這個鳥怎麼會死在這邊 所以是不是 它如果飛得進來 它一定飛得出去 一定飛得出去 所以它是飛進來之後 被什麼力量困在這裡面 對 其實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這個碉堡 它就像燈塔一樣 在我們七月份送這個 這個所謂的超渡一些 好兄弟的時候 是 他們基本上會立所謂的 叫燈高 燈高也是 為什麼呢 因為立得越高 可以讓越遠的 好兄弟看到 知道在哪裡 所以這反而是個 很明顯的目標物 對 所以有可能這樣子 在附近的那些好兄弟 就會因為看到這個碉堡 這麼高 就會一直靠過來 這家庭周邊本來 它的這個幾乎是 陽光幾乎完全照不進來 對啊 除了這一層樓之外 其他的窗戶 都已經被這個樹枝 樹葉包圍 所以你從另外一角度 如果它是一個 黑暗籠罩的一個氣場的時候 就是好兄弟他們的燈塔 所以我們現在反而是 站在一個 他們都看得到的地方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好 我們要在這裡 進行我們的第三關PK PK我看就不用了 第三關任務 伊娜要各自在兩個樓層 執行戰哨的任務 你們就乖乖任命 執行下關任務吧 不能兩個人站同一層 不是 剪刀 石頭 布 我猜贏了 我選四樓 好險我選三樓 白癡喔 老師剛剛說 有問題在三樓 我跟你講四樓更可怕 因為四樓如果要跑的話 也是要經過三樓 而且你可以先跑 對 我就是想說我可以先走 作裝 我們現在已經全副武裝了 OK 準備要進行今天晚上的戰哨 我的天啊 你在全黑的環境之下 其實走這個樓梯就已經很危險了 所以你現在很可怕了 這個如果一個沒踩好滑掉的話 絕對是鼻青臉腫的 幹嘛 毛毛的東西 什麼東西啦 我先等你上去好了 你剛剛那些 它那個灰塵 剛剛是這邊有一個毛毛的東西 很像人的頭髮的感覺 是不是我的啊 不是啊 因為我剛剛是扶著這個地板耶 可是地板是全空的啊 天啊 哇 沒錯 真的 每一層樓 在這走進來 你才會發現 竟然連二樓都有 要去三樓 小心在那裡 小心在那裡 鳥的 這是三樓也就是你要站的位置 對 我要站的位置 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站啊 我不想要再上去了啦 這就是為什麼我選三樓啊 小心喔 我幫你看好三樓 我幫你看好三樓 你目前那裡可以嗎 太細 太緊張了 因為我發現剛剛 一二三樓的地板都是水泥罩的 第四樓它竟然是這種鐵板耶 我發現我好像選錯了耶 為什麼 因為我這邊都是樹 樹的影子好可怕喔 而且你不覺得看那個窗戶 不曉得會不會有人的倒影 出現在那個窗戶上面 你趕快啦 我們先喊啦 請問 是誰在陪我站上 是誰在陪我站上 好 目前只有狗的聲音對不對 Eason 可是我上面開始起風了耶 真的嗎 對 我這裡目前沒有感覺 難不成只有我這一層有風 怎麼樣 窗戶好像有倒影耶 是嗎 第二次 請問是誰在陪我站上 起風了 起風了 我這邊也起風了 對 對 風很大就在我蠟燭這裡 而且外面的樹開始搖晃 你看那個港口的位置 我這裡看不到被樹擋住了 那邊是不是有人啊 哪裡啦 你看得到對岸的那個 你說有個顏色在變的橋嗎 對 那個方向 我都被樹擋住了 但是我跟你講你再往左邊看一點 因為我現在看我的樹這邊 因為我的蠟燭是擺在這個窗口的 我不知道剛剛為什麼會有一些像白煙 還是說有白影耶 我剛剛又看到白白的東西耶 對啊 我以為是你的手電筒的光線耶 趕快再喊 請問是誰在陪我站上 我真的覺得這個地方沒有一個地方是安全耶 OK嗎 第七次 第七次 請問是誰在陪我站上 好 我們現在環顧一圈 確認一下 好 碉堡的周遭是安全的 我這邊OK 你真的沒有看到有人走過來嗎 沒有啊 我下去幫你叫老師好不好 等一下啦 你不要走啦 你等我下去 我真的覺得有人走上來耶 不是為了走靠近這個碉堡 沒有啊 我幫你看住樓梯沒有 小心喔 這裡還有一隻 走吧 我們現在來到二樓了 趕快去找老師 天啊 這個想跑也跑不快耶 這裡站上去也太恐怖了吧 真的如果發生什麼狀況的話 你想要很快速的下樓也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的啊 自己都受限住了 然後我剛剛腿軟的時候 在走那個樓梯的時候 我都很怕我直接摔下去 我是站在那邊的時候 我的三樓是 我的蠟燭的那一側 剛好是沒有窗戶的 可是當我在看我正前方的時候 蠟燭在我左手邊 我的余光 因為我最後有跟她講 我那個時候以為是 娜娜在用手電筒在巡視 所以我想說 奇怪 她這個白眼的範圍怎麼這麼大 因為她是讓一整片那個樹 掃過去 對 樹梢全部都變成 白白的那個亮光 蠟燭一般來說 古代人把蠟燭元寶這類 視為給好兄弟能量補充的 所以當我們在點這個蠟燭的時候 對它來說 就是一個能源提供的空間 而且我剛剛在四樓站的時候 我一直覺得 在我們的十二點鐘方向 好像有一個黑影 從這個很小的 它一開始只有這麼小一點點 就是迅速的移動 晃一下晃一下 然後它是 方向是朝我們的碉堡在靠近的 那我想說不可能 現在三更半夜的 誰會在海邊這樣子 而且這個地方已經廢棄這麼久了 不會有人想要往這個地方靠近 對 那可能就像老師說的吧 我們這個站上的位置 就是他們的燈塔 對 我們就想我們這邊靠過來 對 那現在位置比較大的 應該是去黑色的 黑色的 就是你們看到一個是白色 就是我看透的 那裡面有黑色 那現在問題比較大的 應該是屬於黑色的你 黑色的 就是你們看到一個是白色 就是我看透的 那裡面有黑色 黑色的鈴代表什麼 那樣不一樣的這個反應嗎 因為黑色的鈴通常 它一直比較低沉 然後第二個呢 它有可能有一些運氣存在 而且二樓 三樓 四樓 各有一隻鳥的屍體 對啊 老師這個會是什麼樣 整個燈塔的磁場 導致那個鳥飛過來嗎 其實基本上 換一個角度來說 當牠們需要一些能量的時候 牠們就會用一些方法 讓這些動物 就是往這個地方靠近 靠近了之後呢 再製造一個結界 在牠裡面 牠沒有辦法 困住 困住 沒辦法出去 有可能是因為這個地方 藏起來都是荒廢的 不會有人靠近 對啊 所以牠吸引進來的 這個結界裡面的是動物 沒有啊 這邊也有吸引人來 然後牠就在這邊 就直接自己選擇 直接說了 那我們這樣是不是也是被吸引過來的人 四樓Eason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其實這個零比較遠一點點 為什麼 因為我從這個周邊裡頭 牠感覺要風開始起來的時候 這個零呢 從這個窗戶靜置的地方反射的時候 你是可以看到全身白色的影像 是在窗戶外面 那我們剛才提到 三樓位置只出現半張影 貼得非常近 非常的大 那當然牠這個代表近身貼在這個旁邊 但是這個為什麼看到全身呢 是因為牠退得比較遠 那麼所以在這個地方來說 牠沒有那麼貼近 所以才會有整個風的環繞 那麼在同樣一個位置 但是不同樓層出現了不同的一個情況 我想這個呢是在現場人動上面來說 比較不一樣的這個特別的地方 我是不是說提一下那個Eason那邊層的地方 Eason這一層 是應該是這個位置 如果大家仔細看的時候呢 大概可以看到一個白色長長的影像 很像我們古代呢 穿水袖 飄在半空中的這個位置 所以這是一個古代的人嗎 對 因為我們一般來說的話 以水袖來說 近距離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看到臉的部分